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有人说 如果你认为我独职的话 就去告我呀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地位是 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宏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徐宇珍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林国成 大家好 有没有想到 又差一点大停电了吗 403花莲外海强震 事后当时没有传出 有大规模的停电 绿营敲锣打鼓说 能源转型大成功 但是其实在地震过后 还是有小损伤的 和平电厂的机组 在地震当中就损坏了 再来中火有两部机组 最近刚好也是破管了 结果昨天晚上差一点出大事 昨天傍晚台电的大弹发电机组 有四个机组突然一下跳机了 加上入业之后光电整个归零 然后我们的备载容量率 竟然就只剩下2.8% 金船北北机其实差一点就要大限电了 而且一度是备妥了北台湾的限电计划 索性最后一刻是紧急启用了 明潭水利发电全开来救援 加上核电厂的备用 还有柴油机组通通都上阵之后还不够 再请台积电减少用电之外 甚至是把台积电 他们原本自己备用的发电机 通通拿来救国家 上线来支援我们国家的供电 所以说这样子才好不容易度过了 这样的一个差一点限电的大危机 结果试过今天反正没出包 所以台电现在的说法是说 我们的会议上其实没有讨论到要限电 甚至还说如果要限电的话 也会是全国轮流停电 不会只有让北部地区限电而已 税修的机组到5月就会全部回归了 因此今年还是供电无余 拍胸脯挂宝镇觉得自信满满吗 好了 但是在地震过后才刚刚出来吹嘘过 我们能源转型那成功的这位绿营的立委洪生汉 当然就被问到说 怎么会传出差一点要限电了呢 他说这个是地震过后的副作用 发电机组在最后受到了损伤的话 这个电力机组地震过后 是会相对的比较脆弱了 大家不要太苛责了 毕竟才刚刚地震嘛 问题是地震不是也两个星期了吗 难道不够你检修吗 网友就说台积电不会是电力公司吧 现在要改名叫台积发电吗 还有网友说台积电机台说关就关 说开就开 那之后再盖的新厂 真的有足够的电力可以使用吗 另一位赖事宝就说 现在才4月耶 很多人都还没开始开冷气呢 等到7月之后 大家都开冷气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很清楚就是电力不足 民党一直用奇怪的数字来误导大众觉得电力足够 李叶秀委员也说 昨天曾文生大言不惨地说 再生能源让除能设备不断地增加 挡住了这个403地震的冲击 结果时隔一天就差一点面临停电 如果不是护国神山出手相救的话 台湾不是差一点又要迎来一个大限电的危机吗 好啦 事实上其实最近台湾各地陆续传出水情告急 然后7月民进党政府不是要让和三厂的一号机除疫吗 到时候万一呢 再发生这个用电吃紧或者是发电机组 突然一下有个跳电或者是故障 那我们又要靠什么来救命吗 难道要跟大学台积电一样 就是说随时都可以配合政府减少用电 而且减少用电就不算缺电吗 李文 台湾的能源政策 在民进党因为意识形态挂帅 所以非常僵化的一昧的反核 导致于跟时代非常严重的脱节 那台湾是一个严重缺乏能源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能源安全其实是台湾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一环 很可惜呢 民进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背离整个时代的潮流 要把所有的核电全部通通停下来 那其实呢 再生能源的绿电呢 要能够取代核电 甚至于成为台湾发电的最主流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遥远 那现在的再生能源 即便在民进党的推波助澜底下 已经付出了很多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呢 比例还是齐低 那就变成说台湾要靠非常贵的 而且是来自于国外进口的 才能够天然气才能够来发电 那么没有办法有效的降低 我们对化石能源这种高污染人员的一个依赖 所以呢 好 今天我们看到 还是在四月份就出现了重大的缺电跟限电的危机 那等到暑假来了 端午节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但是民进党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愿意诚实的去面对 台湾能源政策的严重偏差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付出非常惨痛跟严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看到宣布了新的经济部长的人选 还好不是王美花 那经济部长的人选非常的亮眼 事实上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一个这么成功的业界CEO 他会愿意放下百亿的身价 然后来担任现在在台湾这样的一个 非常糟糕的政治环境底下的经济部长 我相信很多人会对他有所期待 但是百亿CEO在上任之后 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刚刚说的非常严重的能源政策的偏差 他有办法矫正吗 未来是赖清德听他的 还是他听赖清德的呢 有因为会因为一个务实的CEO 而让民进党放下或者是洋气 已经不合时宜的反核立场吗 这是第一个他就要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不要忘记赖清德自己在不久之前 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还大力的推荐干净的煤 闹过了真的是宇宙无敌大笑话 人家是捷径 因为煤发电所产生的很多的严重的污染 所以他是英文翻译翻错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么250的错误 然后我们堂堂一个行政院长 还讲得跟真的一样 还要跟全台湾人吵架 说我这个是最新的日本的技术 叫做有一个干净的煤 那你现在我不知道赖清德 现在有没有已经醒过来了 知道他当年为什么会犯这么愚蠢 不可原谅的250的错误 那今天赖清德会放下自己的傲慢 赖清德会不会放下自己的偏执 然后来去听业界的话呢 因为业界产业界的话 这么多年来 每年都跟蔡英文讲 要启用核电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包括之前传出来说 想要找佟子贤来当行政院长 佟子贤也公开的讲说 台湾必须重启核电 所以是不是重启核电 调整重大的能源政策 承认过去的错误 赖清德做得到吗 新的经济部长做得到吗 那如果做不到的话 台湾就是要付出 继续的付出庞大的代价 好啦 那现在呢 虽然伊朗跟以色列的形势 还没有到最后明朗的情况 未来整个中东的局势 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能源又在高涨 俄罗斯也在打仗 中东也在打仗 然后我们面对的 如果再一波非常恶劣的通货膨胀 不是 这个经济部长 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吗 那我是觉得 那还不如让他当行政院长 为什么要叫左龙泰当行政院长 我都觉得 你都能够请到百亿CEO了 为什么不让他当行政院长呢 所以今天问题的症结点 台湾有没有人才 台湾有太多厉害世界级的人才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 政治的领域效力 或者是说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台湾 现在的政治的状况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主旗逝者只在乎选票 被意识形态的紧箍咒 绑得紧紧的 又傲慢 又固执 又偏执 那台湾再好的CEO 也救不了台湾 这才是今天台湾真正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民进党身上 问题在赖清德身上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再怎么厉害的部长 如果没有电 到底要怎么发展经济呢 好了 昨天全台电力拉警报 甚至是传出说 北北基其实是差一点大停电的 台电今天跳出来反驳说 没有 我们昨天在会议上 没有讨论要限电 也强调今年供电无余 可是昨天台湾能够侥幸逃过停电的命运 除了我们有这个 这个牺牲了珍贵的蓄水 把水利赶快拿来发电 全力抢救之外呢 也传出说 其实台电在最后一刻 紧急抠了我们的用电大户台积电 不但要人家减少用电 而且还要把他们的自备的发电技术 通通上线来帮台电发电 再解决了这个限电的危机 网友惊呼 那请问7月用电忘记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难道直接叫台积电关场吗 台积电是一个半导体厂 但是现在呢又要帮政府发电 然后呢这个民党一直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结果呢 要去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 就把台积电送到美国去 然后呢 两岸关系处理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 把台积电当成是我们的系盾 现在呢 因为绿营的非核政策搞到用电 好像在走钢索 又要台积电来出手相救 所以民进党难道是把台积电当成了ATM吗 还是真的已经当党产了吗 宇珍委员怎么看 我想昨天傍晚北台湾的这个差点发生的 限电的这个大危机 正好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以后台 这个台湾只要在太阳下山之后 就要小心可能会限电 因为太阳光电就是不可靠 那尤其是其实有很多专家学者都已经提到了 太阳光电它并不是基载电力 所以呢也不能作为基载电力 但是民进党政府就是不停 所以太阳光电在台湾越来越盖越多 每一年我们要补贴好几百亿 给这个太阳光电的业者 去年就补贴了900亿 那我想这个部分还不打紧人民 其实我们太阳光电在台湾越盖越多 然后现在呢一年我们要花这么多的钱来买光电 光电当不了基载电力 那我们人民却要被当作基来载 那而且大家都还记忆有行 台南为了抢太能光电引起了枪战 然后另外还有台南的金发局的 这个陈凯林局长还收贿被关 我想更吊诡的是台电这次因为没有办法缺电 居然是去找台湾的用电大户帮忙发电 陈如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台积电帮忙用它的燃油的这个发电机来发电 然后才让我们北台湾的这个限电危机善者写出 原来台积电不只有在卖这个金元 还能够帮台电发电 所以不愧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所以我在想未来台积电或许能够协助 这个我们台电设计一个两奈米的发电晶片 也许就能够解决台湾的这个缺电问题 那我想蔡英文总统执政这八年 电价涨幅民生用电就超过了35% 工业用电就超过了45% 还留了一屁股的烂账给我们的后代子孙要还 上个月中央银行还罕见的就是用预防性的升息办 希望能够全面的抑制电价调涨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这样子一个房贷族被扒了两成皮 不到半个月就差点在昨天迎来一个限电的一个大危机 那过去的八年失序的能源政策 失当的能源配比 失格的总统官员 让台湾失去机会 所以斤斤不口口声声说不缺电 但是从昨天差点就发生的这个限电危机来看 台湾就是缺电 而且台湾明明就是已经是已开发国家 却还要看天吃 看天用电 缺电的问题明明存在 那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政府就是视若无睹 而且台湾其实要解决这个缺电的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错误的能源政策 因为错误的能源政策才导致这样一个缺电的危机 尤其是今年七月底核三厂的一号机就要停机 夏季用电的缺口又将扩大 所以台湾基载电力只能靠火力发电来补 所以空污的问题当然也会越来越严重 我要在这边的再次的呼吁我们的总总统 准总统赖清德好好的面对这些问题 人民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而且价格平时的用点 千万不要等到大跳电大限电 才让一个可能520才刚刚上任的经济部长 又要下台来负责 强政之后呢 这个洪生海委员他率先跳出来 喊出政府的能源转型成功 当时不少的学者就提醒 这一次地震不向921 政央没有在本岛没有重创电力系统 这次没停电其实是天佑台湾 结果呢昨天一场限电危机 民进党内是不是等于是被打脸了 因此洪生海委员他又跳出来说 他说电力机组地震过后比较脆弱 这个是地震的副作用 可是花莲强震发生到现在 其实也过了将近两个星期了 还要推给说是地震的后遗震吗 难道政府在地震过后 都没有去巡检过我们的发电机组吗 我们看到的是蔡总统上台以来 台湾已经五度大停电 难道都是因为地震惹的祸吗 如果我们的能源转型 这么样的成功 强震来袭都不会导致停电 怎么会因为小小的一个 震后的后遗震副作用 就差一点又让大停电重演呢 洪耀元怎么看 在0403之后的大地震 因为台湾没有全面的大停电 然后民进党就开始带风向 说整个的能源政策好棒棒 我们的发电非常有韧性 即便经过0403这样的强震 但是台湾都没有限电 可是没想到过两个多礼拜 昨天就出现了一个差一点 要大停电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又把它推给说 是因为0403的大地震 使得整个的这些发电技术 比较脆弱 那请问一下 到底我们是脆弱还是有韧性 我不晓得 因为话都是同一个人在讲的 你那个时候要催捧 整个的台电好棒棒的时候 你就说那好有韧性 现在说并不是因为 我们能源正在错误 现在就把它变成说 我们现在很脆弱 到底是有韧性还是脆弱 这个话真的都是双标 其实过去台电很多次的大停电 那么现场都会找到一些 小动物的尸体 可能昨天找不到小动物的尸体 那就干脆把它推给 在两个礼拜前发生的地震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都纳闷 在昨天世上是风和日丽 虽然稍微温度高一点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 都还没有开冷气吧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在营业 不是在开商家 应该都没有开冷气 而且昨天既无风灾 也没有地震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整个的宫殿 会如此的撕紧 那刚才我们讲 就是说护国神尚的电 也用上来了 那甚至已经是被厨艺的 核二厂 你会突然也发现 它也在发电 在以前其实也发生过 大家都讲说好灵异啊 怎么一个厨艺的发电厂 竟然还在发电呢 那原来是核二厂 还有核柴油机主 他们也出来发电 那么核三厂除了是核电之外 它的柴油机主也出来发电 所以在昨天的状况 就像有一些人在跑三点半一样 我能借的 我能够搜刮的 我全部都搜刮出来 然后好不容易度过危机 但是呢 非常惊险 因为昨天的背转容量 竟然只剩下2.8% 连3%都不够 那么我知道昨天那台电 他们每个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非常担心 稍微有一点点 只要一个头寸掉不出来 然后就会大限电 因为那个限电就是会 会非常大规模的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 是正确的吗 我们的现在发电有韧性吗 我刚刚讲没有天灾 没有人祸的状况之下 都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其中有一个部分 会发现就是我们太过依赖光电 好 光电竟然又贵 但是呢 它现在因为没有 除电的功能是非常非常低的 如果今天要让光电 要再设除能场 每一度电要多少钱 10块钱 好 那时候我们的电价 不晓得要飙到什么样的程度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让光电 早上让它发电 然后到了太阳下山之后 它还能够除能 那么一度电 现在好几次 这个过去能源级发包 就是一度电 是10块钱的发包 去跟民营去买电 这个也是我们 无法承受的一个价格 所以归根结底 就是能源政策的错误 刚才有媒体问说 新政府上来 对于未来的整个的能源政策 可不可以有一点点期待 我说没有期待 为什么没有期待呢 因为如果赖金德 还要抱残首缺 死抱着 不只是台电的反核生主派 还有蔡英文 留给你的 2025非核家园的话 那么像昨天这样的状况 就极可能再产生 而昨天我刚刚讲 昨天的其实发电的需求量 不是那么高 但是如果到了夏季 发电的需求量 稍微升高一下 我们就会出现 这样子完全没有办法供应 供不应求 而台电就会继续 跟以前一样 其实我们知道 很多次 大家以为没有停电 其实他们都次次 在像跑三点半一样 但是如果今天台湾的 能源政策 能源的结构如此脆弱 我们如何去期待 我们会有什么样新的产业呢 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 我们能够达到 2050的节能减碳 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大部分 都是火力电厂 都是火力电厂 那不是烧煤 就是烧天然气 那么跟2050的 净零解碳 净零排碳的这个目标 也会越来越远 确实啊 昨天晚上应该 大家都还没有开冷气 怎么会这样 台电的代理动作 前天才刚刚上了节目 大赞能源转型 让台湾在强战当中 逃过了停电的命运 结果话才讲完 马上就传出 因为发电机组的故障 结果让倍转容量率 剩下不到3% 台湾现在不止没有地震 而且民众也还没有开始 大规模的开冷气 结果几步发电机组 出了一点问题 整个电力 怎么就拉紧爆成这个样子呢 在危机时刻 民进党口中的七百万千瓦的光电大军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因为是晚上 所以只要入夜之后就消失无踪了 那不就代表未来台湾一到了晚上 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可能会上演限电的危机吗 台湾的工电真的像民进党宣传的这么样有任性 这么坚强吗 国陈委员 我觉得403地震的时候 当然这个电网调度的妥当 我们要肯定 可是就很奇怪 你洪生汉怎么又讲 这个4月3号的地震 又破坏这怎么整个机组 好的坏的都是你们在讲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好的当然我们要肯定它 但是所有的花电的问题 台电的任何政策问题 民进党是两套标准 真的两套标准 缺电就是缺电 缺电你就跟老百姓讲 为什么会缺电 那你要用什么来做弥补 不然的话你说没有缺电 那请问一下 台电明明你们去给 拜托 你用点少一点 不要花停电 干嘛要这样 那如果是用电量的高载的时候 该怎么办 是要叫台积电停下来吗 叫连电停下来吗 或者叫所有的工业用电停下来吗 我不要经济 我只要用电 这个就是一笑全国人民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民进党我同意 刚才洪威所讲 民进党就是靠什么 这种缓和的绳子牌 骗台湾人民骗了这么久 台湾人民还没有去做结醒的动作 我是觉得这个绳子牌 我们一定台湾人民 大家要清醒 全部打破 缓和这个神主牌 那我是要 我是个人是觉得 还是要给民进党一个建议 你到底核电厂 核山厂 你研议 有没有在评估 或者决定核山厂就停意 你要尽快告诉所有老百姓 你不要到时候 到底怎么做 你也不告诉人民 那你一直在骗老百姓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民进党在执政 这个部分是所有老百姓 到现在要去做重新评估 对民进党的重新评估 那我是觉得这样 因为电的东西真的不要太政治化 电的东西是有多少是有一个专业化 所以你如果牵涉到政治 没有用专业化 那么几例 你就是因为太政治化 你要花 你要那个这个发展力能 结果呢 买跟电厂买六块到八块 但是卖给人家是三块 请问一下 这样长期下来 你们当然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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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多 但是不要忘了 你现在赚走的这些钱 都是财团 都是财团 那你当初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签这些合约 所以我是觉得太政治化 以及没有专业化 那台电势必啊 我要给台湾人民一个大涨价 大切电的结果 但是北北基差一点停电 我要呼吁政府 北北基所有的观光饭店 通通在北北基站三分之二 如果你动不动就停电 这是一笑国际耶 我这样早了十几年 我才来台湾一趟 结果通通停电停在北北基 请问一下这些大饭店就不要停电吗 那一定停电 这一笑国际一笑大方 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是要呼吁民进党 你现在赖政府刚好你们在经济部长 你们也发布了 我呼吁你们不要再用政治去凌驾专业 这样台电在调度电 我认为相信只要电够 那我相信不要有政治的介入 我相信台电一定会不会再缺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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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